小鹿恰好掉过去 真是太倒霉了 但是说实话就是说 DT如果说在这里这样浪费顺位 只伏击一个人的话 在我看来这波举动是亏的 就是说你要么打两个 没有什么很好的轻武器设计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那种 他为什么这么好看 为什么这么强 学他就完事了 学就行了 明明这里是放到了牙匹 在这个城头 我们看今天丢一个预判雷 一个完美的福气 先打一枪头 再打第二波一致打 队友补枪成功 但总体来说的话 HQ这一波堵截还是非常成功的 对方只剩small cc了 燃烧弹 烧弹 但是只要倒在外面就没事 入了甚至有机会能打药 再来再来再给了一个火 好了这样可以直接扑 捏马还是要扶一下 嗯 再整一个 哎呀 M200自己捏一个顺爆 把自己炸了 他怎么把这个雷给自己捏爆了 捏爆了 我的天 有点 没看 只要你有上楼梯的这个咚咚咚 我马上就打一个闪 我拉出去 他好像自己也被闪到了 是的 哦 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把UG拿得直 哎 直接怼脸 嗯 也是刚才那种防型 过点 哎呀 这个过点 你是怎么敢这样拉的 你肯定是接天道防去看 你看对不对 对胆子有点大啊 这个过点觉得对方 哦 林强也赶到了 王骚骚拉到 另外一边 哎呀 林强也倒了 只剩下了王骚骚和穆子李啊 是的 哦 穆子李 对方就一个了 是的 打掉的话都能扶 残血 呃 轩子已经拉过来了 泡泡一撕 赶紧按住 也变 基本上是等于是同心员 嗯 你又把泡泡再次放到 泡泡接已经二倒了 王骚骚托进屋的时候被打残 哇塞 KRG这一波直接反打 刷掉了CTG 是的 但是自己只剩下2type一个人 嗯 也是嘛 对吧 后面打成一个一打一 本来是优势 变成劣势 对 后来又反打 然后又反转 就是他们这一波团战 就是各种反转 是的 但有一说 KRG这波贴 确实贴得瑕疵太多了 啊 这个厕所也无人去找他现在 对 这个厕所就是有点显眼 嗯 天路和Pair两边交火了 他们其实距离的话也是贴在了 直接趴了 不能再动了 是 DT这里也是这个载具 后台没了 赶紧再往里开 是的 被集火了 天天放倒 而且这个位置服不了 原点匆匆把这一分拿下 跌跌撞撞的 嗯 其实这一波Pair倒地的话 反而是给到头 正面小佐连打两个 AZ拉出来补枪 一瞬间小佐雷加爆头 捏顺爆 是的 打到对方就一个人 是的 天霸在这样的圈形 他并没有选择说和 还是进行了一个分采 可能是想拿圈边的分数 嗯 那上下天路这两个人 在地点斜坡Pair也打他们的 发现了 是 老马拦住了天路 这个距离显然不可能晕雷 是的 福音这个时候也过来了 其实现在的天路情况 有点 有点糟糕的 是的 AZ倒地的位置能扶吗 能扶 OK 老马现在发现没有雷了 背后摸了一个焦阳 这波焦阳停车的位置 有点风骚啊 嗯 焦阳应该摸不动了 现在他应该走了吧 走了 焦阳走了 开车走了 嗯 主要这边突然你看 福音再过来的话 就把整个局势又打得比较混乱 蓝白之间的架 萨萨倒了 焦阳进拳拿排名分去了 是的 这波福音出击的时机倒是恰到好处 刚刚好过来的那个点 全边正好也可以踩一个小高点 焦阳也找了一个厕所 插一枪 是的 而另外一边专防的一个战斗的话 XCG也是淘汰掉了 SMS 这个小高点 这个小高点对Pero是有比较强的克制效果 但Pero找到了一个没人人的防区 是天霸放掉的防区 对 扫车 这波能不能扛过去 尾声 但是背后有FTY的枪线 已经倒了一个forever 能扶吗 能扶了 有一个反鞋 但是很难受 腰扬开着过来逛了一圈 哎呀算了 算了 还是往前面走 还听到这边有声音 是的 而且Pero抓到了这波机会 想要往上顶 但是依旧会被原点的枪线干扰 这个鞋坡上不去 没找到 主要是第一时间也没找到 一个原点抽把干扰他们战斗的 就打背身 位置 是 就打背身 车马就好了 哦 直接Pero摸上来以后 阿伟先被放倒 直接被捕 再顶两个 哦 果然是一个前后的加击 对 这对于FM来讲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只剩下Forever一个人 我哪里走都不是啊 赶快 分先拿到 Forever准备拉近点 去跟对方搏分了 白龙 哦呦 远点龙斯格尔拿下了这一分 由于拉上来啊 身位露出去了 然后小左也被七七给补掉 你这个载具也支撑不住 你再往前进了呀 他不想 他不甘心这个位置 继续往前开 马上开到TMA的附近 这边有一个坑 能待一会儿 正好有一个废车 利用一下 都是一丝 这个时候 还有雷吗 有燃烧弹 哇 他们 哇 这个身法真是灵活 他们前两个火 这个效果堪比炸弹啊 跳起来 感觉用这个 莫勒托弗鸡尾酒在洗头 是的 クrazy 112 还是手雷炸到了马云龙 就三颗出来 哎呦 一炸 炸凉 那AZ残血 能不能搞到一点分数呢 头顶还占了一个 哎 在烟雾弹附近 找不着 在混淹 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 打倒了许神 但是没有什么用 对面的TMA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雷了 对 原悟空还没动 他得先等悟空这里走 催积一 直接抱头 打掉白龙马 FTI应该只能打TMA 嗯 就往这边打了 如果FTI能把TMA打掉 他甚至有机会把 天霸和XCG的盘给接了 嗯 这是一个大分的位置 催积这个把自己 给淘汰掉 现在房子里面就剩了两个 唐弟弟和七七 这个刚才XCG贴到这个反鞋下面 第一时间没拔掉的话 就会打成这样的局面 哎呀 跳起来 对方补枪很快 天霸的人被一个个拔掉 嗯 TMA也来了 要来劝 就是不停地在迂回 是的 悟空和十七这边也有交手 也是在这种反鞋 确实贴不进去 头顶上 New Happy就一直在观察 左边右边的情况 啊 112已经出手了 打倒了KID 但是另外一边 FTY对TMA发动了进攻 他必须要打TMA这个位置 是 投注也是一堆 周平原直接把龙四哥给补掉 这里非常影响 就是New Happy TY 嗯 车也用不了 是的 这样 过不去啊 这是慢性死亡啊 嗯 哇 现在New Happy的高点是 全力开火 难道New Happy要吃 有机会哦 他是有机会 他现在信息反正是最多的 嗯 他现在就疯狂打把就行了 十七 也在疯狂输出周边队伍啊 包括这个 小鬼拿到唐弟弟的分数 是的 但总体来讲的话 目前 淘汰数量 FTY还是稍微多一点 但FTY这个马路 因为没有一夜 他过不去 对 完全过不去 算了不给分了 不给分了 这不给分了 这走哪都是当靶子打嘛 确实没有必要 这个分数本身就很关键 KID这里把药打起来 嗯 牙匹摸过去了 两兄弟这边去 二打三 对方刚起来 牙匹先打一屁的 对方血量很惨 要拉上来 跟枪 先把头分给拿到 对 不急的 给测身烟 只要准备第二次往上 哇 这太多了吧 对方的绕篮圈 拉出来第一波 牙匹打一个 这牙匹倒了 剩牙匹 牙匹再来一个 一打一 哇 哎呀牙匹还都在扶 不不不不 匹哨匹哨 萌生牙匹啊真的是 匹哨干净有可能甜美吃的 但是从概率上来讲确实会比较低 是的 噢换神 这过点真的是随便KK啦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来留意一下 你看NewHappy的头智 目标了 大威蹄龙 开花了吗 开花了 哇 有一个几档 三档 再来 牙匹感受到了威胁 先不服啊 兄弟等一框 反正小五现在有两颗雷 然后速九刚才是没有雷的 谁说我刚才也用过一波雷 不知道还剩多少 牙匹倒了 122 这不服兄弟 这肯定要想办法服一下兄弟吧 自己三倒了 兄弟救了三 悟空的 对悟空这两兄弟 大背身全部给NewHappy的 哎呀 被看到了 这没办法 悟空是真的没位置 找这波机会 17其实可以从房具里面贴他脚下那个鞋坡 小鬼先贴过来了 拿分啊 大家都是满面对一人一分怎么了 是的 哇 换神再一次吧 122放倒 牙匹 真是 17跟NewHappy瓜分了所有的分数 是的 四打四 都在瓜分 看一下这个四打四 先掉了 对啊 被谁先掉了 哦 显示bug吧 可能是 我刚看到突然都没了 我说啥情况 奶奶被放倒 嗯 静点的奶奶已经被找到 啊 这个破点 李哥斯直接连到两个 是的 小弟弟准备打闪 被地方擦了一下 混淹 我就打闪 静点被打倒 周边被放倒 三打一 李哥斯 换神 喷子直接拿下 恭喜 我还能做到 这些什么人